這邊切入做一個分球 外線的一個嘗試 主手就是進 剛剛有提到萬能科大這邊是主手的比率 如果他們太高投順了 這一場比賽其實就很難講了 對 哇 這邊 在萬能這邊進 哇 這邊萬能剛剛這個防守戰術非常漂亮 又導致了石西娜的一個失誤 這邊直接快攻上籃得分 盡可能會對石西產生很大影響 對 馬上就引起了一些成效 這邊底下黃永俊一個起來 一個騙起來對面防守者之後 兩分已經追平 剛剛前面有提到第一節的石西娜還是落後11分的狀態 在第二節剛開始就馬上把比分追回來 對 那這邊是 因為我們在前三天的賽程 就很少看到 來自新馬球隊會守到全場的這個戰術 對 萬能科大守2-1的戰術是 算非常成功 這邊橫紅生分球給籃下的 薛可 薛可輕鬆兩分放進 對 我覺得 這邊 一對一 沒有機會交到外線 中體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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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分進 喊了一個暫停之後 萬能這邊持續回到他們上半場 這球傳非常漂亮喔 這個傳球非常隱蔽 還是何鴻燊啊 剛剛已經提到他是 沒有力道短 不過籃板還掌握在萬能科大這邊 中體驗中距離一個跳投出手 打板進 這邊將分差拉到12分場 那這邊球給前場的 滑開力這邊一個轉身 哎呦 在籃下拿到了進攻籃板的是雷巴尹 高位 做了一個擋賽之後 傳到內線這邊 靠著身高的優勢 兩分打進 開難 厲害 最後一個中體驗 帶了一步之後 哇 Good pass 這個擋賽 高位的Picking 這邊比分首次來到20分差喔 沒錯 這邊 打落後 做了一個反勾子 哇 這一球怎麼投進呢 可以推薦給大家吧 那這邊可以看到 實際上籃球技術部在這邊 抄到一個球員開籃自己上籃得分 那比賽 因為他們球員其實 都是一群愛打球的學生聚集在一起 他們都來自不同的一個學校 甚至有不同國家的一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